欢迎收听由清雀为您播讲的都市奇门医生 第2367集 没错 可以帮你灭了龙皇一族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否则的话 你以为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是为什么 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啊 龙靖难难地说 你在我这里待了很久 不就是为了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成全你 你就是救世主 你的目的本来也就是为了灭掉龙皇一族 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这都是一个事实 没错 这就是一个事实 不仅仅是三龙皇 我要做的事情远远地超出你的想象 因为 我要灭掉的 是整个龙族的权利 你认真的吗 龙靖看向叶浩轩的目光中 闪出了一丝异样 我当然是真的 不然呢 你以为我来到这里 是干什么的 你可知道 你在说什么吗 三大龙皇 几乎是能颠覆整个海底世界的 他们掌控的权力和力量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你觉得以你自己的力量 怎么可能颠覆得了三大龙皇的权利 要不然 我为什么要叫做救世主呢 哼 我之所以被人称作为救世主 那是因为我能做到普通人 做不到的事情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摸清楚这里的状况 我坦诚了 怎么样 你满意了吧 你坦诚不坦诚 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来这里的目的又不是这些 嗯 你来这里的目的不是这些是什么 姑娘 跟我玩这些心眼 没用的 你该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凤凰 怕是马上就要过来了 你真的以为 他对我这个外人放心吗 你高看你自己了 没有人能比我了解这位龙皇 他向来是对自己身边的事情 都貌不关心的 是吗 如果凡事只是看表面 那我觉得你已经输了 三龙皇之所以是龙皇 那他一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叶好选的话音刚落 哗啦一声 门被人从外面撞开了 两名巡海罗刹 举步走了进来 他们手中的长毛 重重地往地下一顿 沉声喝道 叶好选 龙皇有请 看 我说的没错吧 叶好选笑了 龙静的脸色微微的一变 或许他自己都没有觉得 自己的那位父皇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叶好选微微的一笑 跟着两名罗刹离开了这里 来到了主殿前面 主殿跟前 数名巡海守卫手中武器一扬 将叶好选给挡在了门外边 龙皇召紧我 如果你们阻拦 那我就回去了 叶好选淡胆地说 一名身披银甲的守卫长走过来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叶好选一眼 然后冷恒了一声 哼 所有人都想见龙皇 都得经过我这一关 嗯 你有什么事就快点搬吧 叶好选的眉头一皱 他实在是不喜欢这家伙 逼孔朝天的样子 而且 他也觉得 龙府这个地方 真的不是人呆的地方 几乎处处都是充满了勾心斗角 如果不是自己身负重任 他早就不想待在这里 这就是你对我的态度吗 守卫扬起头盯着叶好选 一脸的俱傲 因为这个家伙的个子比较矮小 所以他盯着叶好选的时候 只能点着脚 仰着头 这让他的样子看起来有些滑稽 那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呢 叶好选笑了 这伙应该是个队长吧 他只是在自己的跟前 秀他的智商吗 告诉你 我是龙宫的卫队长 龙府里面 所有进进出出的人都要经过我的盘查的 不管是谁都不例外 你最好对我老实点 我对你老实点 叶好选简直要笑了 这家伙一米五的个头 长得黑手无比 尖嘴猴腮跟猴子似的 就他这条件 也配让自己老实点 他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他只是感觉到一阵阵浓浓的蛋疼 这伙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吧 或者说他心里真的没有一点B数吗 没错 这是你的义务 你应该配合我 你们两个把他拉到一边 拨光了衣服 好好地检查检查 魏队长手一挥 一副趾高强的语气 两名穿着铠甲的巡海马甲 上前一步 就向叶好轩的身上抓去 这些家伙们是龙府的亲兵 一个个都缺乏社会的毒打 比任何人都嚣张 可怜哪 这一次他们耍横耍错了地方 这一次他们的对象是叶好轩 想让叶好轩乖乖地服从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叶好轩右手一摆 两名马甲跌飞出去 扑通扑通两声撞在了墙上 两名实力还算不错的巡海马甲 就直接晕倒了过去 你敢动手 魏队长大怒 他右手一挥 一群巡海马甲迅速地涌上了 这些巡海马甲都是龙府的亲兵 所以不管是装备还是实力 都是比一般的巡海马甲 要强得多 可惜啊 这种货色叶好轩一个人 能干翻上百号 但是现在为了不把事态扩大 所以叶好轩也手下留情了 见我的是龙皇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不习惯别人走我的身 如果你们觉得龙皇召见我的事情不太重要 那好 那我这就离开 到时候龙皇追究起来 你自己交代吧 你敢 魏队长大怒 姓业的 你不要以为你治好了三公主就有功了 我告诉你 在这龙府里面 我随时都能削了你 那你倒是来笑笑看哪 叶好轩瞥了魏队长一眼 说真的 他都没把这货当成人给看 不过他也确实不是人 只要叶好轩愿意 真是一巴掌就能将他抽飞了 拿下 魏队长抽出手中的兵人 大有不把叶好轩拿下 就不善罢甘休的意思 龙皇到 一个高亢的声音传来 只见前面的宫殿宫门一开 三龙皇大步地走出来 毕竟是龙皇 虽然只是最小的那个 但是身上的气势可是一点也没有少 他这一出场 下面的这一群寻海马甲 黑压压地就跪到了一地 他们连头都不敢抬 大气都不敢出 出了什么事情啊 龙皇瞥了现场人一眼 我不是召见 这里是龙府 你胆敢在龙府伤人 你可知道下场是什么 我不知道下场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 你的这位魏队长 可是出言不逊 他敢直言 想见龙皇得问他同意不同意 我真的是长见识了 龙皇想见的人还需要通过他 可有此事 龙皇的眉头一锁 看向了魏队长 魏队长吓得瑟瑟发抖 他的原话并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龙皇一个眼神就把他吓得屁滚尿流的 他连怎么组织自己的语言都给忘了 别别别别别龙皇 我我我我怎么敢敢敢敢啊 魏队长结结巴巴的样子 在龙皇看来这就是心虚啊 龙皇的双眼中精芒一闪 他沉声喝道 拖下去 嘴尸 诺 当下 数名身穿紫脚的罗刹上前 两人把魏队长给架下去 龙皇我错了 龙皇我以后再也不会犯了 我跟着你数十年了 数十年如一日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魏队长嘶声叫着 但是龙皇向来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 不要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魏队长 哪怕就算是至亲之人 真的惹怒了龙皇 他也是赵展博 飞队长的声音渐渐地远去 他是真的没想到 只是招惹了一个叶浩轩 居然会把自己的命也给丢了 敢在我的跟前要武扬威 眼前可还有我这个黄的存在 想到碎尸 脑袋悬疑无尽海工的门墙 照告天下 触怒皇者 死 莫 龙皇愚怒微笑啊 又是两人微微的一躬身 然后退了下去 做完这一切之后 龙皇双眼中的赤芒 这才缓缓地散去 他哼了一声 然后瞥了叶浩轩一眼 哼 你且进来吧 我有些事情想问一下 叶浩轩点点头 拒步进入了宫殿之中 宫殿中的豪华 远远地超出了叶浩轩的想象 巨大的垫底 两侧各有八根绕住巨龙 巨龙身上镶着紫巾 极其地气派豪华 叶浩轩不由得有些感叹 边缘之地无数人流离失所 而龙皇这里豪华无比 这其中的豪华 都是从边缘之地的诸多部落里面搜刮来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龙皇回过头 双目如惧地看着叶浩轩 我只是一方游敏 我也只是无意间路过了这个地方 如果你非要问我什么身份 那抱歉 这个问题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你真的以为我是傻子吗 龙皇回过头盯着叶浩轩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你是傻子 您是龙皇 在海底世界这个地方 一直都是高高在上一样的存在 您执掌万物的生死 动念间可毁灭一切 你相信吗 我可以用任何理由决定你的生死 而且我杀了你 就像是掐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我相信 而且你想要我死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 你可是龙皇啊 掌控海底世界万物 那你告诉我 你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我只是一个游历四方的人 你非要问我有什么目的 说真的 这个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 是吗 三龙皇突然双目中 精芒爆射 他右手一抓 一根紫金龙刺出现在手中 他猛地向前一抵 手中的龙刺抵在了叶浩轩的胸口 叶浩轩一动也不动 任由龙皇手中的龙刺 抵在自己的胸口 你为什么不躲 看着叶浩轩淡然的样子 龙皇倒是有些不理解了 我为什么要躲 你如果想杀我的话 根本就不给我躲的机会 而且 你也不用这么试探我 如果我对你有威胁 你不会容我活到现在的 但是现在我感觉 你对我有极大的威胁 叶浩轩 你不是我们海底世界的人 废我族类 齐心碧 我确实不是你们海底世界的人 你看我这张脸 跟你们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回答的倒是挺痛快的 龙皇收起了手中的武器 能让我亲自试探的 你是第一个 我真的佩服 你这份临危不乱的表情 叶浩轩笑了笑 没有说话 心想就你这点水平 在你杀我的瞬间 我能弄死你十次都不止 说说吧 在龙府之中什么感觉 我刚进来龙府 不知道龙皇问的 是哪方面的感觉 就问你觉得我们龙府里面怎么样 这个说不上来 我刚进来 连张椅子都没有挨到过 DRICK! 2 1 2 2 1 1 2